听说过连环杀人失措吗 太搞笑了 真的实在想笑憋不住啊 哪里也一样 老王解说梦幻 最搞笑名场面 连环杀人失措 超级神狗连击 看玩笑了一整年 听说过连环杀人失措吗 我的兄弟 虽然不估价 但是也能影响市场价格 我天元 连环杀人阿萱 太搞笑了 真的实在想笑憋不住啊 这个号卖号的时候 阿萱在朋友圈发了三天的广告 我的兄弟天气不外 师父要快号 好像摆了一万多 好戏开场呢 长安城 那兄弟你有病吧 人家在长安城里没有的看到啊 你没有看到吗 什么叫我那个不敢杀 你是没有看过我直播是吧 159的天宫先给你带一带 兄弟们扣播六 先给你干一个人 给你提笛神 老铁怎么说 先给你干一个 打开今晚的局面 下点小菜 吃吧 先开开胃 没老病老铁 最近在收号 有要回坑或者快速脱坑的 可以来问问 说不定就能帮到你了 多问问也不吃亏啊 没有撤退可言 这你别笑 不可能吧这 这有这么硬吗这 我修的是满 都是满的呀这 不可能的啊 这种情况讲道理 不可能会出现吧这 我有点换飘 我先撤啊 不可能吧这 哦 baby 哦 no 切错了你防御吧 开始讲道理 这段时候 阿轩也是有 有台词的 刚才那个是什么情况 这个是兄弟们 我刚开直播 给兄弟们打开一下场面 来活跃一下气氛 来给兄弟们 来又拆这小菜 然后又是一把锁地吃 就这个 这个当时神狗的画面 就真的挺好玩的 就是阿轩刚开直播 他为了这部效果吗 他专门找PK的人点 点到了一个普图 对不对 在这跟人打字 那么我来审判你 来接受我的审判吧 字没打完呢 又台词自己死了 说了一句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狗啊 技能呢叫理直气壮 可以无视反镇 进行绝命三连 三次连击 同时带来隐藏的拘束 带来三次递杀 已直气壮是40%的几率 然后每下必杀的几率 是各20% 20% 三连加3D等于打了6下 加上他用的全品属性 就直接干飞了 下回合对面的 人物速度比观战方 杀人方则的宝不快 直接一把 叫分身 那叫什么了 分身派这个技能 说得起 然后杀人翻寸被反杀 成名录像 不是冰姐夫 你们要再来一波666 没有办法 阿璇 sorry 我是被逼的 开始战斗前的方狠话环节 海头子必须拿捏 波士青都山水狼 天脚吩咐猪狂 狩猎的时候到了 什么情况 这你妈什么情况 不是这什么情况 这你妈狗 是什么情况 不是 我没明白啊 没有看懂啊 什么情况 没遇到过啊 我虽然是取名 能不能这样 这什么东西啊 这 是什么东西 这 misleading 不知道